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谢无量 1908年俞佑任在上海创报继续搞他的四大报纸 他再当吹骨水 还给人做了发刊词 写一些革命文章 一直到被查封 所以在第二年废除科举之后 谢无量就和三弟谢大元 一起泛州三峡回到老家 担任了成都春谷学堂的监督 其实就是校长 那一年他才26岁 他还拜了校里的一位老师吴兹英为师 所以呢 这个年轻人既当校长又做学员 还当了学生 一时传为美坛 谢无量说 辽武把壁谈经学 奇鲁风流是古人 1911年6月17日 四川保禄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谢无量和张兰等人参加了保禄运动 11月17日 端方在兹州被杀 随行的刘思培被拘押 后来在他们保举下获死 第二年呢 存古学堂改位国学馆 谢无量继续当校长 把刘思培也留了下来 搞得风生水起 当时呢 他在四川这几年 谢校长真是培养了不少人才 比如说郭摩若 李杰仁 蒙文通 彭云生 杨自静 等等 1914年 在马军武介绍下 谢无量正式参加南社 任上海深州日报主笔 和俞又任啊 戴季陶啊 一帮哥们 一通继续折腾 他还转录了中华书局 编写了哲学大药 许多的教科书 1916年发表了佛学大纲 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 佛学理论的书记 受到太虚法师高度赞同 同年还出版了中国哲学史 也比胡适和冯友兰的哲学史著作还早 还写过一本中国妇女文学史 也是中外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妇女文学 哎呀 我都不知说什么好 就是说有的人 像谢无量这种 动辙啊 腾云驾雾 折腾 浅浅浓露渊 做学问 一动一径 所以你说他是学问大呢 还是大学问 1917年 孙中山先生 见到谢无量发表的那些文章和思想 就在6月6号发出了邀请信 上边这么写 无量先生大见 国家多难 权杖显好 群彻群力 方能祭祀 望先生 本礼拜下午4时 驾临 比喻 结果 他按照时间 一看 哎 孙中山正站着朝你 这个孙文学说 就问他 说谢先生 您什么意见呢 他知悟不言 自己的看法 啪啪啪一说 孙中山说 好啊 高啊 哎呀 到底是大学问 欣然采纳 相谈 甚为融洽 第二年呢 北大校长 蔡元培 和学科长 陈独秀 邀请谢无量到北大教书 他当时正给那个三国印书馆 写国学小册 那个白话文 什么古代政治思想三种啊 处置新论等等 而且苏联革命 当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 革命世潮就是不断的壮大 谢无量觉得 这时候不能离开上海 就推脱掉了 没有去北大 但是呢 仍然为新青年 杂志撰稿 很受欢迎 到了1923年 孙中山筹备北伐和改组国民党 请谢无量来广州大学教书 兼任大本人的秘书 不久改任参议 当时呢 有所谓三角联盟 就是孙中山的决定 与这个段庆内 和张作霖联合 去对抗曹坤和吴佩孚 而且呢 派孙科和谢无量作为代表 到沈阳住了一个月 见了张作霖 最终达成了协议 一直到奉执战争 取得了胜利 他才返回了天津 在那里呢 孙中山先生对他大位赞赏 但是自己呢 肝病复发 过疮多日 只能在病榻前 谈了一些事情 后来 孙先生回到北京 病情加重 在1925年3月12日 四四 谢无量呢 在1926年 去中央大学历史系做主任 教授历史唯物主义 他跟那个梁启超 展开大辩论 当时他搞了一次讲座 怎么说呢 这是唯物史官在中国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 影响特别大 但是学校的学生 不断的被捕 都说是他给教授 他觉得 躲吧 就回到上海的中国公学 当了文学院 怎么说呢 蒋介石执政之后 是以军事和党务为主 谢无量这一套 刺不开了 不像跟孙先生那样 所以于又任 做监察院长之后 就邀请他 说来吧 来我这儿做个监察委员吧 不用管什么具体事务 弄些风花雪月 挺好 所以呢 谢无量当时 就说行了 不掺和政治了 写了一首诗 遍宁学见 十年功 此向横流 探道穷 别有壮心 迎四海 笑人相逼 坐三公 九一八四编以后 谢无量在上海 创办国难刊物 主张改主政府彻底抗日 经常写文章 痛刺 汪和蒋的不抵抗 结果呢 惹得客户多次 持枪来 报馆找他 最后就只能听看了 后来日本人 若来越这个苍獗了 救国会成立 什么沈君卢啊 张乃琪 李公普 马相伯 宋庆龄啊 包括谢无量 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等到南京危机的时候 陈顺安带全家 先去重庆安家 谢无量呢 资深去了香港 准备去投奔 在缅甸的弟弟 万会发誓 不料 当时他群困潦倒 大病了一场 几度传出 谢无量死了 马一福啊 马军武啊 都写了悼念文章了 后来他的一位旧使 爱丁堡的博士生 陈雪梅小姐 健壮 非常的 这个 黯然身伤的 就说 哎呀 这么一大能人 这个样子 就精心的进行护理 最后与他结婚 帮他慢慢的 恢复起了身心 有一天呢 杜月生派人 持着蒋介石的手练 说你得回重庆 旅行你的职务啊 他就回到 观音岩的张家花园 住在可园一号 坐了俩月吧 敌机不断轰炸 他有心脏病 不能肿待在防空洞里 加上老有人盯勺 所以呢 有一天 蒋介石在重庆 桃园 跟他见面 谈得不太好 他说 我这个监察委员 就算了 不干 蒋不同意 说不行 你这有影响力 你还要做事情 他说那得了 他就索性 躲去了成都 直到日本投降以后 他才无关一身亲 1943年 马一福在四川乐山 办复兴书院 邀请他特约讲座 所以呢 那个时候 谢不亮经常往返 于成都和乐山之间 他们哥俩尽情地探讨 各种学问 各种时事 心情是非常的舒爽 1947年呢 要求各县选一个国大代表 乐志县呢 选了陈毅的哥哥 陈梦熙 但是考虑到 他弟弟这个国共关系 不能去 最后谢不亮 代替他成了候选人 会议呢 是在南京举行的 谢不亮住在余游任家里 会议期间 他以心脏病为友 住到了鼓楼医院 不怎么出席会议 偶尔参加 也是一言不发 闭着眼睛 装着大咳睡 老朋友说 哎呦 你这是睡猪阁呀 更叫人吃惊的是 到最后选举总统时 谢不亮 没选蒋介石 子投了一票 给了居正 后来居正苦笑说 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呀 竟然得到半个社会活动家的一票 哈哈 半个 会议没结束呢 谢不亮就装病 到了上市 住了九个月 继续卖阵 会友探亲 与帮老哥们 沈隐墨呀 张世昭之类的 往来 都是大叔法家 1949年2月 雄克武等人 组织重庆中国工学 谢不亮受邀成为文学院院长 教了一个学期的课 暑假时呢 与梁树明 到重庆 这个近云山 避暑 中秋节的时候 他才返回成都 等待着解放 到了1951年 谢不亮就被聘为川西博物馆馆长 第二年 做了四川省博物馆馆长 1956年 谢不亮来京参加政协会议 会后呢 被调到了北京 他的夫人陈雪梅 是毛泽东诗词的英文翻译者 有人评价说 身运康腔 意义准确 评价不低 有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 刚刚从香港归来的 威力皇将军 他在一边做陪 然后 王主席说 谢不亮先生 是很有学问的 对中国古典 文学和哲学 都很有研究 思想也很进步 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 就写了王冲哲学 这次提倡唯物史冠 然后三个人合影留念 这倒没啥 关键是 照片刊登在了 1956年9月的 人民画报 其实解放后 四川人在中央 势力很大 郭梦若请他去中科院工作 但考虑再三 他接受了 另外一个老乡 吴玉章的邀请 到中国人民大学 语文教研室 担任了顾温 他也不需要去上课 偶尔为教师们 解答一些问题 谢不亮 后来回忆 说不太对 讲过一回 温馨雕龙 当时他的联系人 是青年老师 冯七雍 有些什么杂事 说碎事 都由这个冯老师 帮他解决 1960年8月 谢不亮担任 中共文史馆 副馆长 馆长是老友张世彰 61年呢 还发表了 思经研究与助医 后来呢 老了嘛 心脏病经常发作 他就待在医院了 在1964年12月7日 谢不亮先生 在北京医院逝世 享年80岁 自有马一福 做了一副碗帘 在寺许交生 哀乐情忘 酒物始生同昼夜 乘风和泰树 语言倒断 空欲替泪撒三秋 这有学问的人 说话都太深 我呢 读谢老不少的东西 知道他很喜欢 陆放翁的事 我觉得有一首 跟他的一生 很契合 就是那个 树于良意 五谷起行 有感 哨死谈舌 坐生风 管葛奇才 自诩同 庇护著师千古记 辩宁学见十年功 酒起顿觉 狂堪笑 遂醒才子 梦本空 他日故人 能亦我 葛仙鸡胖 秘于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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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